我已经和他们沟通过了 可是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地坚决 我那么尽快处理吧 所有的员工待遇 不要有任何的可口 按照自由的方式来说的 他们是因为浅宇 才有今天的业界地位 可是现在他们说走就走 你说得没错 但是他们也伴随着浅宇的强弹 公司能有今天 他们都有贡献 是 湛总 您说得对 好 那我先出去了 高总 那行 管地这小子好久没打电子 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去他家里找他也找不着人 你说他之前耍耍小孩脾气 也从来没有说过找不到人 是啊 你再找一下 行 我回头再给他打电话问一下 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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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dragon 人 那就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来上班 你去哪儿啊 我在以男朋友的身份 我关心你一下 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优优 我想过了 我还是决定去英国陪我妹妹 不是 温柔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这么固执啊 有什么事 咱们两个可以一起分担不是 你怎么一起把我提开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 原谅我吧 刘瑞 温柔我告诉你啊 我绝对不会同意分手 你等着我啊 你等着我啊 师傅 你再快点吧 还快啊 我这机脚油门都已经踩到底了 人家都要骂了 一个开出租车的还这么拼命啊 不是 我这要着急 要跟飞机抢速度啊 我这车就快插上两个翅膀了 实在不能再快了 再快我要伪张了 刚才用一位著名师打电话来 今天刚下出租车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机拉在车上了 如果哪位乘客有识度的话 请打我们本台的电话 喂 你好 我是广播电台吧 我想播一条寻人启事 下面插播一条寻人启事 温柔小姐 你的男朋友刘瑞正在找你 他说 你无论是要去英国 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离开一天一年 或者是十年 他都会找到你 因为他有一辈子的时间 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哇 真的是好感人 温柔小姐 你能听到吗 这哥们儿 摆世界广播找他女朋友 倒是还挺有心啊 估计啊 是做了对不起他女朋友的事了 你胡说什么呀 这很明显就他女朋友在作嘛 难不成这个找的人是你呀 小暖 姐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小暖 你还好吗 你等着我啊 姐姐现在去机场的路上 我马上来英国陪你 我在这里都很好 你别牵挂我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 你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我能不担心吗 我每天都在这儿想 你有没有按时吃饭 你一个人会不会胡思乱想 没有人在英国陪着你 你怎么办啊 姐 你别来 我想要一个人静静 你让我一个人待着好吗 那好吧 不过你要答应我 千万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再钻牛角尖 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跟姐姐说 姐姐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也要好好的 只有你好了 我 我才能放心的 你知道吗 姐也知道了 那你一定好好的 我先挂了啊 那先这样吧 拜拜 刘瑞 你在哪儿呢 我先去你了 柳瑞 行吧 我先去那儿 我要去那儿呢 我先去那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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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称 小者 这不自然 还是 松下 一 sized 吹着你我 眼睛 走 soph 我 嗨 有一 mês 你在什么 可以就这么把我扔上 你个真傻啊 刘萱 我说过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把你追到手 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 谢谢你 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没有抛弃我 我一定会努力加重 在你戏里的位置 哪怕 我做了什么 让你不开心的事 你也不许退开我 你能做什么 让我伤心的事啊 你干嘛呀 都是人 这怕什么呀 现在不正是宣誓主权最好的机会吗 温柔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温柔是我刘瑞的女朋友 你好了 别喊了 我都知道了 我还给你 你会拿下来 我还给你 你把它尽量 我还给你 你把这些人都应该 你损加了 你只想让我们 你去上去 你为什么会 我给你 当你一名当的事 那招牌呢 你就是背景了 站住 站住 相关客服一共有四家 都要吗 对 好 我马上给你答应 好 妈 南芹啊 你在忙吗 你该不会还在生妈的气吧 我怎么可能会生您的气呢 今天公司也要忙 对了 您身体好一些了吗 没事了 南芹 我们母子好久没一块好好吃饭了 明天晚上我在老地方定个位子 你会来吧 好 好 好 那明晚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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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